大家好,又到了兄弟联10分钟加尾系列课程时间 我是威哥 威哥在手,天下网友 大家好,我是小白 好,今天是我们的这个第四讲 给大家讲解这个JDK的安装 OK,我们先看一下我们这个课程大纲 那在这个课程大纲里面呢 我们分成两个小点 一起来探讨一下 第一个呢,我们先JDK的一个安装 安装完了以后呢 我们会有一个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安装完了JDK里面目录都有哪些内容 好吧,OK 这是我们这一节里面的这一讲里面的内容 那首先呢,我们先安装这个JDK 那安装JDK呢,我们这儿呢 先这个 我这里呢,先给大家先下载好了 下载好了我们这个JDK的安装软件 我打开这个加把这个位置 好,我这里呢,给大家下载的这个版本呢 是JDK 6.0这个版本 OK,这是Windows下平台的 OK,好 那我这个就双击就可以了 双击的时候就会弹出我们这个安装界面是吧 这个,然后呢,这是一个许可协议啊 必须得同意了,是吧 OK,接受 然后呢,我们指定一个安装的路径 对不对 安装路径啊 我个人啊,是习惯于不喜欢把软件安装在这个C盘 我会把这软件呢 我会单独在我的这个地盘上 比如说我有一个SoftVal 专门用来放这个软件的 是吧 我就放在这个目录下 OK 好,我就把这个路径啊 这样自定义改一下 是吧 叫地盘SoftVal 复制过来 粘贴 然后呢,加瓦 然后下面这里可以1.6 OK,这是我安装的路径啊 好,完成 OK,然后呢,下一步 就可以安装了 好,一般情况下 安装软件呢 都是这个比较简单啊 都是跟我们安装普通软件是差不多 是吧 对,下一步就可以了 这个大家需要注意的一个地方就是 希望大家能够记住 你安装的JDK在哪个位置 对吧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就很多同学出席者的时候啊 就一顿这个下一步乱点 对吧 点完以后呢 到时候找这个JDK的时候啊 就不知道自己装在哪了 是吧 就忘了 这个呢 可能需要大家呢 这个啊 留点心 是吧 留点心 然后记一下 知道自己这个这个JDK装在哪里 我这里的装在地盘software下面 对吧 你看这里已经生成了这个 加瓦目录对不对 加瓦目录了 就生成了 然后呢 我们在 我们就知道 是安装在这里 OK OK 好 现在JDK呢 已经安装完成了 啊 下面弹出的是这个叫Java Long Time 这个Environment 就是运行环境 对吧 然后就是我们通常讲的这个JIE 啊 JIE啊 这个目录 这是单独安装一个JIE 这个JIE呢 呃 实际上现在我们可以不用装 因为我们装了JDK以后 就不需要装这个JIE了 啊 为什么 因为你看啊 我们打开 我们刚才安装这个Java这个目录 啊 JDK这个目录 你看 这里已经包含了一个什么 JIE了 也就是说我们安装JDK的同时呢 诶 肯定会装的这个JIE 对吧 诶 如果你安装 单独安装JIE 诶 就不一定有JDK了 明白了吗 诶 可能是这样一个包含关系 是吧 诶 这样一包含 所以呢 这里呢 我们就呃 实际上可以直接取消就可以了 哦 ok 好 我们在这儿呢 我们就直接把它呃 取消掉 好吧 诶 取消就不安装了 好 那这里呢 就已经呃 安装完成了 这是一个描述文件是吧 我们呢 把它去掉 就不用看了啊 不需要看了 ok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这个JDK啊 就已经安装呃 完成了啊 安装完成了 诶 诶 这个JDK跟这个JIE啊 嗯 它它俩到底有什么区别啊 有什么区别是吧 诶 这个是非常好啊 就是入门的这个同学啊 可能都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是吧 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呢 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啊 呃 首先JDK呢 它的这个全拼啊 是叫Java Devite Permit Keys 哦 啊 就是Java开发工具 集 或者工具集都可以 对吧 工具集就是一个工具 对吧 好 呃 这里面包含了什么呢 包含我们这个开发人员啊 呃 所需要用到的 比如说我们未来要用到很多这个 呃 呃 Java里面的内裤 是吧 用到很多内裤 用到它里面内部的一些API 哦 对吧 哎 这个时候呢 呃 是由JDK来提供的啊 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呃 开发包 啊 开发包 基于这些呃 提供好的一些类裤 然后才去呃呃 实现我们自己的应用程序 哦 也就是威哥 就是做开发的人就装JDK呗 哎 对 就要装JDK 嗯 就开开发开发包 就要去安装 里面有我们要使用到一些类裤啊 那么JIE呢 它是属于这个叫Java Long-time Environment 啊 就是Java运行环境 运行环境 什么意思呢 什么叫运行啊 就是我们写好了一个程序 是吧 我们需要怎么样 需要运行起来 运行起来 需要跑起来 对吧 哎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这个运行环境了 JIE运行环境了 是这样的 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解这个哦 呃 JVM的时候 大家还还还记得吧 记得 昌老师吗 昌老师 记得 昌老师 昌老师就会给我们去翻译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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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节码的吧 程序的字节码对不对 对对对 OK 那么在这个虚拟机里面呢 实际上呢就是在这个JIE运行环境里面包含着这个虚拟机 哦 运行环境里面就包含着翻译啊 还有这个整个运行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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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 哎 就是这样的 所以说你就可以区分开 如果我要运行我写好的一个加瓦程序 那我只需要安装JIE就可以了 如果你要开发加瓦程序 那我们就要JDK JDK 然后JDK开发包就已经包含了JIE了 哦 是吧 对 就这个意思 没个在手啊 哈哈 好 OK 就是JIE跟JDK啊 这个这个一定要搞清楚 嗯 OK 好 那么现在我们安装完了以后呢 我们可以来一起看一下啊 这个 呃 安装完了以后这个目录结构 是吧 嗯 是是是啊 什么样子的 啊 这里呢 我也简单的给大家这个列了一下 啊 列了一下 这个是呃 我们这个JDK里面的这个呃 比较呃重要的这个目录都是什么意思 是吧 呃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并幕了啊 这样吧 我们都直接打开这个JDK是吧 JDK有安装目录 啊 并目录里面呢 主要是包含了一些就叫 啊 班人里嘛 就是二金制是吧 一些可执行的一些命令 可执行的命令啊 啊啊 啊 后面的章节里面呢 我们马上就要用到这里面的一些个命令了 啊 比如说我们的编译运行命令 对吧 我们打开进来 你看这边都是什么 都是Java里面的 哎都是 Windows下里面的可执行的一些 一些命令文件对吧 对 ESE文件 这是我们需要的一些指令啊 比如说我们后面要用到这个 哎 Java Java JavaESE 这个就是运行 运行 编译成这个 字节码 哎对 编译成字节码 就用这个命令 用这个加要C命令 哎 对对对 就这个意思啊 等等啊 还有其他命令 我们后面会说到 好吧 好 好 那么这是我们的并目录是吧 那第二个呢 是这个DB DB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database database 对 database 一般我们就简称为DB 就是数据库的意思 好 那么这个JDK里面呢 它内置了一个 这个小型的一个数据库 小型的数据库 这个数据库呢 它是叫这个名字 叫derby 叫derby这个这样一个名字 实际上是我们知道 这个有一个 有一个城市啊 叫derby是吧 有个城市就叫这个名字 它以这个名字来的命名啊 是一个轻量级的一个数据库 大家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OK 然后这个demo就是一些 示例对吧 我们得打开 这里面呢 有它写好的一些事例啊 我们在学习Java的时候啊 我们可以通过这些事例啊 这些demo啊 就小小小完整的小程序 对吧 小程序呢 是可以帮助我们去学习 对吧 学习它里面的一些API 里面写好了一些程序 比如说有一些图形界面的 对吧 有些画图的 OK 好 现在可能还跑不起来 是吧 等一下我们配合环境变量呢 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 是吧 好 这是这个小型的demo 然后Include呢 里面就是包含导入的一些C C元的投文件 跟这个和超系统相关的一些个投文件啊 一些投文件 这是Include的啊 就C相关的投文件 OK 然后这个JIE呢 就我们刚才说的 就是运行环境了 运行环境 对吧 这个运行环境 跟刚才我们如果单独安装的话 是一样的 OK 这个是JIE 然后Lab呢 就是这个 一些这个我们的类裤 对吧 一些类裤 加尔里面所涉及到一些类裤 就都在这个这里面了啊 包括工具包啊等等啊 我们就要用到啊 OK 然后这个还有一个simple 就是 简单的一些个 也是一些事例是吧 也是一些事例啊 对 一些运行的事例啊 就是这个意思 OK 好 这是简单的几个目录 一个介绍 然后呢 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这个SRC 就是我们这个原代码的意思 原代码 对 因为加码我们知道是开源的嘛 是吧 免费开源的 对吧 所以呢 它这个所有的类裤呢 也都是开源的啊 未来呢 那我们在进行深入讲解的时候呢 我会给大家给大家就一起去介绍这个这个呃里面内部的实现的时候 我们需要去分析它的原代码 哦 好吧 OK 后面我们会教大家去怎么去看这个原代码 这是一个就是一个压桌文件 对吧 解压出来就可以了 OK 好 那么这个就是JDK的这个一个安装网一个简单的一个目录结构啊 其他一些说明文件我们就啊就不说了 OK 这是其他的一些说明文件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整个这个呃JDK啊 这个呃就已经安装好了 是吧 安装安装安装完毕了 OK 好 呃大家呢也可以在自己的这个呃电脑上啊 然后把这个JDK啊 首先先安装起来 是吧 好 下一步呢 我们会给大家去呃搭建这个呃配置这个环节面量 哦 OK 好 那么这一讲呢就呃到这里 嗯 威哥在手 天下网友 下节见